同学们以为自己可以看笑话时 哪只小伙却淡定地问他们 不让小伙的话瞬间引来大家的嘲笑 还认为小伙肯定是来讲段子搞笑的 就连以前追求笑话失败的男人也出言讥讽 要不这个 你让你老公 贵你 给大家学几根狗叫 此时笑话明显觉得有点难看 于是只好说自己等会会去补教分子钱 哪只却被经理同学劝退 你那俩分子钱 差不多我老公一个月零花钱 那帅略 你让你老公贵一下 给大家学几根狗叫 看东西 听到这里小伙再也忍不住了 说想要自己学狗叫没问题 但是得打一个读 要是我证明我真的合了一百万 你们都必须下跪 给我老道歉 就要是证明没有一百万 你就把这酒干了 再贵一下 表演一下你的觉法 学狗叫